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議員 我是梁煙成 跟大家說說世界大事 臨到六四的時間 但今年的六四 似乎 爭論多了很多 香港有線電視 特別在天橋 很多人走過天橋 擺過牌 叫人問他 你會不會參加 這個智聯會的六四紀念 有人說會 有人說不會 不會的都是年輕人 各有各解釋 那個看法 這個可以說 六四近期一個新的爭論 就是比較 本土派的年輕人 就覺得 無需再說六四 因為六四 始終都叫做 是一個愛國的紀念行動 即是 中司是批評中國 但他們都是有個愛國的口號 對於 新一代的年輕 那些本土派 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所以覺得 不要再說愛國 又不要再說 要對中國的民主前途 關心 只要關心香港 所以新派的 這些本土派的年輕人 和老派的民主派 已經分裂了一段時間 而且 批評老派 即是還有一個愛國心 這個已經是一個爭論 亦令到六四的 前兩年的參加者 人數始終都會少於以前 但經過六四那一代的人 都還有一批 相當紀念六四這個事件 這個始終是一個 很悲痛的 一個悲劇 但是對於六四的解釋 近期又有些不同的看法出來 又引起更多的注意 那麼 在這個 Youtube那裏 就有一個 叫香港本土力量 但是他本土就不是港獨派那個 而是一個叫做何志光的人出來 就去把六四 作為一個重新的 全面的分析 包括用很多的影片 和很多的紀錄 的重新研究 指出其實沒有任何證據 是好像支持六四紀念的人所說的 是有中國大舉屠殺 手毛串鐵的學生 他從影片上指出 其實當時的廣場的確 是沒有殺過人的 那麼侯德健 都出來作過證 當時在廣場 後來劉曉波都認為是沒有殺過人 那麼這個事實 看來是當時軍隊進去天安門廣場 的確是沒有殺人 目擊證人是這樣說的 而且當時的西巴牙電視台 也是當場拍攝過的學生走的 當然大部分記者都離開廣場 只有西巴牙電視台是拍攝了 那麼在影片裡面是沒有見到任何殺人的事件 也沒有說坦克車把那些人滾過 變成獄匠這些說法 那麼這些影片其實以前都有的 中國那邊都出過 不過現在又回到一些新一代香港人去說 那麼而至於在長安大街的那些殺過人開過槍 這是事實來的 那麼大家都會知道的 那麼但是呢 究竟當時的情況如何呢 那麼何志光和另外一些六四的影片都出來 就說呢 當時其實都是有人是有武器去反抗 那麼當然就包括劉曉波當時在天安門廣場 都在同學裡拿到一支槍 將它打爛 就是說有人是真的有武器去抵抗的預備 不過劉曉波反對呢 那麼至於在長安大街呢 那麼也有呢 是不同的見證人啊等等 那麼又有不同的影片呢 那麼包括呢 反而是解放軍被殺呢 那些影片又多些的 那麼而解放軍是被燒死啊 那麼所以呢 他們又作過另一種分析 說當時其實都是有一批人呢 是作出是有武力的反抗 才人治開槍 那麼這個可以說 對六四的一個不同的版本就出來了 那麼而提這版本的並不是親中派 並不是建制派 說實話呢 建制派沒有人敢直接起六四問題呢 來講呢 免得引起爭論 那麼反而呢 是原本呢 是親王毓民的這個 這個 何志光 他一直支持王毓民 但是後來就出來呢 就選舉呢 他大舉呢 是罵王毓民 因為說他是一個 就是騙人啊 又沒有做事啊 那麼經常都不參加立法會 他對王毓民作出很多攻擊 引致王毓民後來都選不到的 當然他自己也選不到的 但是呢 他就轉了一向去批評民主派 包括支聯會那些很多的說法 那麼在六四問題上呢 就說支聯會是說謊的 那麼 那麼何志光一個這樣的說法呢 很多人點擊 在Youtube那裡 萬計的人點擊 那麼而另外呢 就是余菲女士 那麼余菲女士呢 她在電台上呢 也是作出了她當時都是一個 就是中大學生的研究生 那麼初期呢 都是很關注這些事件 也做過很多的資料 剪輯和採集 那麼後來她就說 通過一個較為理性的角度去研究呢 就發覺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證據呢 是好像海外集中 時常說的說話 說死了很多很多人 在六四的時候 那六四的時候 那六四的時候又死人 是一個事實 但是死了多少呢 其實一直都很難有一個的確據呢 那麼而且呢 當時呢 那些被槍打死的人 是因為是無辜的手無寸鐵者 還是她因為拿過武力反抗呢 那麼現在又變成了另外一個爭論 那麼余菲女士還特別說 她後來查回各方面的記錄 因為她自己都做多些搜集 她說官方的記錄是最詳盡和最傳遍的 那我也沒聽過有人說 中國官方的記錄是 即六四記錄是被重視的 但是余菲女士呢 這方面呢 她又有她的觀點 而且她作過一個理性判斷 而做的說法的 那麼所以這方面呢 這個說法呢 忽然間這段時間呢 就有很多的說法出來 而其實早期呢 最早出來認為六四並不是 按照一般的定論說的呢 那就是張家敏先生 那這個也是一個香港的人物 那她是較為建制派那一面 但是呢 她是夠流出來說的 那現在這個話題呢 成為一個新的話題了 那第一就是六四的紀念 那傳統的民主派和新的那些本土派 或者是港獨派呢 是有分裂的 那個港獨派呢是不支持 傳統民主派的這些說法 那就是民主派裡面呢 那就是分裂呢 那就是 而跟著就是 就是原本是應該支持 民主派 那就是較為激進的黃毓民的 何志光出來呢 又轉向呢 就轉回說呢 就是這些民主派很多的 騙人的東西呢 那還有余非呢 當然也是啊 余非女士都是一個 就是很敢說話的人 就夠膽呢 是逆住群眾的很多的觀點 來到呢 去說出她認為的觀點 那她都可以說是一個 達立獨行的觀點了 那所以六四的問題呢 現在重新擺上袋 當然過了29年 那來那個的 當日呢 就是都過了一段日子呢 那都應該是冷靜一點 重新去看這件歷史事件呢 究竟是個什麼事件 那歷史事件來講 就是譬如 袁武門之變 當時這個 唐太宗 就是能夠成為皇帝 就是因為呢 他是在一個政變裡 將他的大哥 和弟弟 就建成和袁吉 就是和他鬥爭的殺了呢 以至到呢 他可以成為皇帝 那當時他自己都不是很想呢 這個歷史事件 是被記錄下來的 但是始終呢 都是記錄下來的 那麼那段時間呢 那個歷史就會真相呢 慢慢會浮現了 那麼究竟六四的真相是怎樣呢 那麼我一直的主張就是這樣的 就是當時六四時期 我都在香港啊 都很激烈的去曾經示威啊等等 那我當時站上台的 但是呢 現在冷靜點 看回當時的事件呢 就我覺得應該呢 是趁很多目擊證人還在這裡的時候 是政府可以試一下呢 是做一個全面的客觀的去研究 就是說呢 是從各種目擊證人的觀點裡 去集合一個的 較為全面的圖畫 就不是一個從政治角度 去定出的觀點 那麼現在我們六四 一直以來傳統觀點都是很政治的 當然政府觀點都是很政治的 那麼有沒有一個歷史研究觀點出來呢 那應該呢 那應該是請一些 就是中立的歷史學者呢 或者一些受過基本學術訓練的歷史學者呢 是對這個事件 作回一個歷史的全面研究的 這個就發現是很值得去做 那麼就使這件事呢 是能夠有一個 比較合理的一個真相 是說出來 那麼就因為這個事件 對中國本身呢 傷害都很大的 那麼台灣方面呢 都說呢 曾經一度 就是台灣人對中國的改革是很喜歡 但是因為六四呢 台灣人就對中國就很離心了 那麼其實香港人也是啊 那麼但是究竟 那個真相是怎樣 如果有一個客觀的評價 還有呢 客觀地呢 將事實擺出來 那麼而又承認這個事實呢 是由很多原因所認成 那麼呢 其實現在應該呢 都是有一個好的處理 那麼就 用一個公正的 公義的方法來處理呢 就是相信呢 會有一個的 對歷史的交代 那麼也將當時 造成的各方面的傷害呢 有一個平復呢 那麼可能呢 都是一個好的 可能的方向 好休息一會 回去再談 對歷史的方法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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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歷史的方法來處理